欢迎收看小高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激战震撼 北京时间10月15日 组委会正式官宣三位奥运冠军退赛 那就是王楚钦 王曼玉 孙颖莎 而他们在团体赛中的位置 分别被孙杨 葛晨熙 姚瑞轩取代 至于孙颖莎不久前 还退出了原本准备参加的两战国际比赛 令球迷们感到遗憾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王楚钦 王曼玉 孙颖莎 连续报名了三战国际比赛 中国大满贯赛以及亚锦赛 其中王曼玉在亚锦赛开打前 因为家中发生变故而退出 至今没有公开露面 至于孙颖莎 王楚钦 均在亚锦赛上遭遇失利 各有输掉外战 而在亚锦赛尚未落幕之际 孙颖莎就出现了伤病情况 随即宣布退出单向赛 王楚钦虽然打完了亚锦赛 但最终仅收获一个男团冠军 至于男双 混双没报名 男单止步八强 状态波动较大 由于今年全锦赛前三天 与亚锦赛重叠 所以王楚钦 王曼玉 孙颖莎 均未报名全锦赛率先开打的 单打与混双项目 仅参加团体赛 而团体赛原定10月16日开打 三人最终还是在前一天 决定放弃参加 于是大家便看到了 10月15日官方发布的换人公告 而如前所说 孙颖莎还在同一天 退出了两战国际比赛 那就是WTT蒙比利埃冠军赛 法兰克福冠军赛 显然是想认真休养一段时间 保证身体健康再上阵 目前王曼玉仍在10月22日开打的 WTT蒙比利埃冠军赛名单中 而王楚钦很早之前就确定 不参加该赛事 单位出战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所以他俩不久后 便将重返外战舞台 迎接新的挑战 期待二人都能有好的发挥 至于孙颖莎 下次参加比赛 可能要到11月20日的福冠总决赛了 今年亚锦赛国平五项丢冠 七项均出现外战败季 状态不是很理想 那么接下来的两战国际比赛 会取得怎样的成绩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